大家好,我是尹恒,一个极美貌与才华与一生的女子,开个小小的玩笑,不过确实我在毕业以后一直从事的都是与美相关的行业,比方说我在杂志社工作了六年,我接触了非常多漂亮的模特儿,漂亮的衣服,以及很多很多其他漂亮的事物,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经验累积。 同时,我的家里一直在做化妆品零售连锁的生意,以及国外化妆品代理的生意,还有就是自主贴牌OEM生产产品的生意。 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所以说我对化妆品这个板块,以及对美的很多相关的板块有一定的经验,而且呢,也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去体验和使用到很多很多优质的好产品。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好的产品一定是很贵的产品。 有一天,我的朋友说,韩国有一个产品特别好用,我自己很喜欢韩国的产品,但是呢,当他告诉我是爱多美的时候,我并没有听过这个品牌。 所以说,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送了我三个产品,让我回家,一定要体验一下。 于是呢,我就带着这三个包装特别简约的产品回到了家。 当我在用上它的时候,我深深的发现自己犹如一个井底之蛙,因为这三个产品瞬间让我很惊讶。 我在那个时候呢,我的洗手台上放了有至少五六七八支洗面来,我把爱多美的洗面来拉回家,他真的没有输过我洗手台上的那五六七八支。 所以,他变成了我目前为止最钟爱的一款单品。 那也是因为这样好的一个产品的体验,让我特别特别想要去了解,爱多美它到底是如何做到了如此的高品质,又可以做到如此大众的价格呢? 所以说,我相信在屏幕前的大家和我现在的心情也许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走进它去了解,去理解爱多美是如何去做到大众精品的,把我们之前好的产品一定贵的这种逻辑打破的一个壁垒。 所以说,接下来有请大家跟着我去了解爱多美的大众精品。 首先,我们来看看大众精品这四个字,它非常非常的矛盾,就犹如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 我们想到的大众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大部分人可以去购买的,就像是我们在超市去购买一些很日常的产品,这么简单,这么频繁的一种方式。 而精品就是指少数人才可以去拥有的品质。 而爱多美呢,它把高品质的产品又做到了低价格,这样组合起来销售给了市场。 说到大众精品,我们就不得不联想到四个字,优品良价。 爱多美的优品良价是如何做到呢? 既要实现产品的高品质,还要去做到亲民的价格。 所以说,当我们消费者在去购买一款产品的时候,在乎的是性价比,是指价格相同,品质很高的意思。 而消费者更在乎的和爱多美更在乎的是性价比。 同样的品质,或者是说同样的价格,我们能够实现更高的品质,或者是更低的价格。 这样子消费者买到手里的产品才能够误超所值。 而爱多美又是如何去做到我们优良的品质和超值的价格的呢? 我们会从各个维度去提高产品的品质。 比方说,我们会去选择更好的原材料,更好的生产厂家,来为我们能够提供更好品质的产品。 同时,我们又会从我们的管理费用,运输费用,流通费用等等等等去降低我们产品的价格。 所以最终到消费者手上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亲民的。 这也是爱多美十几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 爱多美的产品非常的丰富,在我们首批上线的时候呢,就涵盖了护肤,彩妆,个人护理,生活居家,以及食品。 在目前,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新品上线。 截止目前,爱多美在中国的官网已经有一百多款产品了,非常非常的丰富。 每个月我们还会有不断的新品会上线。 比如说,像这个月我们上线了姜黄康,以及我们的美笔,这些都是我们消费者非常期待的韩国产品。 那目前它也进入了我们的中国。 用亲民的价格,让消费者使用上高品质的产品。 这样的产品才是成功的产品。 而爱多美作为一家产品型的公司,我们一定会涉及到我们的退货率。 爱多美的退货率在2020年由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给出的数据是0.2%,是韩国同类企业中最低的退货率。 这个退货率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因为我刚好做过同类型的公司,也是化妆品公司。 作为一个退货是,你的退货越少,证明你的产品越受到市场和消费者喜爱。 而爱多美恰好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 同时,它也被称为行业类的独角兽企业。 从它的退货率,从它的业绩增长,我们就可以得出它是一家非常庞大的公司。 非常值得我们去信任的公司,因为它能带给我们更多更高品质的产品。 而爱多美公司为我们创造如此多高品质的产品,它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呢? 首先,我来给大家讲四个点。 第一个点,无成本预算进行开发。 我们在做化妆品公司的时候,我们要去生产一款新的产品。 我们一定会去做一个工作,就是进行大量的市场调研。 比如说,我要开发一瓶眼霜。 这个眼霜的容量,它的效果,它的价格,它的包装,我会事先做一个收集,一个所有的这个反馈收集。 在有了所有的这些收集以后,我会给它定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是,你是多少容量的,你的包装是什么样的,以及最重要的是你的价格。 但是,当你的这个产品有了它的价格以后,你就会在这个价格以内去控制它的成本。 而爱多美的无成本预算开发,它是怎么做的? 是,没有产品的销售目标,没有开发的目标,也不会给我们市场部所有开发产品的这些工作人员任何的压力。 他们只需要去思考,这个产品是否是被我们消费者市场所需要,是否对我们的环境有污染,是否真的能够出现效果,才会去开发一款产品。 在没有任何时间压力,各种物质压力的情况下,去开发出一款真正被市场所喜爱的产品来。 在这里,大家可能又会想了,无成本预算的开发,那么势必它的这个成本就会变得会更高。 那爱多美是如何去降低我们的成本呢? 我们接下来去往第二点来看,就是爱多美的一品一色和共同成长。 爱多美不仅仅只是由我们自主研发生产的产品,它还有它可以通过GSGS战略,让我们在爱多美的平台上买到来自于全世界的好货。 这些产品里面,有一些是爱多美去进行投资,然后生产的产品。 那这些产品呢,我们爱多美在挑选之前,比方说我们要去生产一款单品,比方牙刷,那我们就会去选择一家能够为我们带来高品质的这么一个厂家。 同时,它一定是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能够有能力和实力为我们带来这样好的品质的公司与它进行合作。 在这个构成当中,我们还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如何去降低它的成本呢? 是可以通过大量的去采集原材料,如果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那么爱多美公司可以给予它去大量采集这个原材料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支持。 如果说通过增加这个设备可以降低我们的产品价格,爱多美同样也会去帮助它采购这样的生产设备。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真正的做到了一品一设和共同成长。 我们的每一个产品,我们只会选择一个公司与之进行合作,没有中间的任何的竞标竞价。 因为当你的产品有竞标和竞价的时候,又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说,爱多美一品一设,共同成长,是能够帮助我们把产品做得更好,更强。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强强联手,建立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说到韩国科马B&H,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我们背后强大的生产研发背景。 由韩国科马和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共同出资成立的科学技术信息部研究所,注册第一号研究所企业科马B&H。 我们拥有高纯度的提取技术,新鲜草本提取技术,以及生物发酵等等多项技术。 这样强大的生产和研发,为我们带来了源源不断好的产品。 比方说,我们的经典六件套,杰夫四件套,我们的普洱茶,鱼油,一身菌粉等等等等,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科马B&H。 相信,使用过以上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和我们的会员朋友们,也会非常非常喜欢我们这些产品。 最后,爱多美,怎么样去实现我们的品质管理呢? 首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选择遵守法律法规,有能力为我们提供好的品质的厂家与之进行合作。 同时,我们会跟它一起成长,会给它反馈来自于市场不同的一些好的意见,好的想法,促使我们的产品有更好的一个体现。 我们听取来自于市场上的真实的声音,收集所有消费者的反馈,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真正的爱上爱多美的产品。 而爱多美的产品非常非常的丰富,从我们2020年7月上线的70余款产品到现在已经有100多款产品了。 我们涵盖了护肤、彩妆、个人护理、生活居家、食品、卫生用品等等等等。 但是在这些产品当中,又有一些我们不得不提到的产品,其中就是目前已经在韩国业界销量连续7年获得我们销量第一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幻力饮。 相信和我一样,很多人都是幻力饮忠实的拥护者和消费者,这样的一款产品在增强我们自身抵抗力的同时,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健康的保障。 而它从从前的30代一盒的量到现在增加到60代一盒的量,也为我们的这个消费做了一个节约。 所以说,想要去保证我们身体健康的各位,一定要去试一试我们的7罐网换力饮。 说到产品,不得不提一下我最喜欢的一款单品,就是我们的集中护理安瓶套装。 这个产品首先它的颜值非常非常的高,作为一个外貌协会的我,首先就是被它的颜值所吸引。 哇,那个蓝色,黄色,深色真的是太美丽了。 但是当我在使用这款产品的时候,我再一次被爱多美深深的所折服了。 曾经这样的一套安瓶的量,可能是我一直洗面来的价格,但是我现在用到的是一款这么好的一个超级浓缩的精华。 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集中安瓶套装呢? 是因为我的皮肤和大部分人的人是不太一样的。 一般来说,干性皮肤它会更白嫩,更白一些,然后呢,它唯一的问题可能就会有点长皱纹。 而混合性和油性皮肤呢,它的肤质会暗黄一些,但是呢,它的毛孔会粗大。 不过它不容易长斑,长斑的是干性皮肤。 而我的皮肤是集合了这两个皮肤所有的缺点。 比方说,我容易毛孔粗大,我是混合性。 但是呢,我又会在这个脸颊会有一点长斑点的情况。 也因为我的这个皮肤,所以说我会花很多的钱在我的护理产品上面。 当爱多美的这个集中护理安瓶套装出来以后,我是第一时间把它买回来,开始进行了我的这个皮肤的一个使用。 它是真正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一盒是四肢妆,四周让你感受到你肌肤的一个变化。 第一瓶呢,是一个蓝色的,因为爱多美的这个安瓶,它是分为上下活性安瓶和这个核心安瓶。 我们需要把这个维稳的活性安瓶挤到我们的这个核心安瓶当中,让它充分的溶解在一起。 然后呢,再把它使用到我们的皮肤上去。 第一瓶它是蓝色的,它里面含有这个孔雀石。 孔雀石最大的效果就是可以帮我们去超强的去补水和修护。 而且呢,它里面有那个小的胶囊球,是一个植物质质体。 它有八种植物的提取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所以说,当我们再把它抹到我们皮肤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慢慢的会被溶解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它的吸收特别快,就犹如你的皮肤真正的在喝水一样的感觉。 而且当你在使用这第一瓶的时候,你就已经感觉自己的皮肤像是喝饱了水。 那个肌肤从一个干瓶的状态膨起来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一周使用的一个补水的安瓶。 那第二个呢,也是我最近正在使用的一号安瓶。 一号安瓶大家在使用之前呢,一定要记得要提前两小时把我们的这个就是活性安瓶挤到我们的核心安瓶里面。 因为它的这个维C,它的这个活性成分是需要时间和这个核心安瓶去进行一个充分的融合的。 如果你立刻把它挤下去,然后再立刻使用的话,它的那个就是胶呢,没有完全的被溶解开。 所以说你磨起来它是硬硬的,会有点不舒服,而且你的皮肤无法吸收。 那你在提前两小时的话,把它溶解开,你涂抹到皮肤上,它的吸收是非常快速的。 而一号安瓶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我们含了13种维生素,以及高纯度稳定的这个维C的一个安瓶。 大家都知道维C最大的效果就是抗氧化和美白。 所以说大家在白天如果要使用我们的一号安瓶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 而在晚上使用它是最佳的效果。 我们的第三个二号安瓶呢,是一个24K黄金的一个安瓶。 其中它里面还添加了这个白黎卤唇。 白黎卤唇最大的效果是能够帮助我们抗氧化和紧致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往脸上贴金也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二号安瓶呢。 你在用这个就是含有金箔的这一套安瓶的时候呢, 它能够让你的皮肤,让你的整个细胞变得非常非常的紧致。 我们都知道,人老的时候你的皮肤就会往下垮,会出现什么法令纹啊, 颜角的这个鱼尾纹等等等等。 那我们的这个二号安瓶呢,就可以非常好的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三号安瓶,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粉紫粉紫色。 这个安瓶的效果呢,它是具有一个修护的作用的。 当我们有了保湿、美白和紧致,我们也要学会去修复我们自己的皮肤。 因为我们自己每天在外面,或是在我们平时有的时候晒太阳, 在高温的环境,在低温的环境,对皮肤来说都是有伤害的。 而这个三号安瓶呢,它就可以有效的去帮助我们去修复我们皮肤的细胞。 修复你的皮肤的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表皮层, 让我们的皮肤能够更加的健康和光泽。 而我们把整个这一套的安瓶使用下来的话, 你是集合了补水、美白、紧致和修护。 所以说这是一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的单瓶, 一定把它带回家和你的其他的护肤品一起使用起来, 让你的效果去加倍。 讲得爱多美的产品真的是停都停不下来。 那刚刚我在讲完我们的集中安瓶护理套装的时候, 在这里特别要再强调一下, 我们再拿回家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高龙做的精华,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是在我们用完我们的水之后就可以用上它, 再去使用我们的其他的精华就可以了。 还有好多好多的产品特别想要去给大家分享, 希望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逐一的去讲讲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哲学,大众精品哲学, 优品良价是爱多美追求的真正价值。 其实我非常高兴我能够在19年的时候遇到爱多美, 并认识爱多美,还能够去接受爱多美。 我觉得我最大的智慧就如我刚刚开始去自我介绍一样, 我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接受了爱多美。 通过爱多美,我不仅用上了高品质和低价格的产品, 去降低了我整个家庭的刚需产品的开支, 我没有去降低我产品的品质。 同时,我还在用这些产品的时候, 让我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让我的皮肤更健康。 我从一个又长斑又混合性, 然后毛孔粗大的肌肤, 到今天成了一张细腻白皙紧致的这种状态, 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也是爱多美经常会说的一句话, 就是爱多美的产品可以好用到, 让你感动。 所以说,优品良价是爱多美一直追求的真正的价值。 那作为屏幕前我们所有在听的会员朋友们, 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爱多美很多的产品, 那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官网APP, 然后去选择一些你想要去尝试, 或者是你还没有尝试过的产品, 好好的用一用。 你会发现, 哇,原来真的有大众精品这样的产品在我们的身边。 以上就是我对爱多美的理解和分享。 希望大家和我一样, 能够通过爱多美收获自己的健康, 美丽以及财富。 我们在爱多美等你哦。